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险股美视法力带领大市回升 平保升近百分之三 有邦二隅日高位收市 科技股连日拖低大市 美团被非执行董事大手减持 收市跌超过百分之一 有大行调高多赞内房股目标价和评级 碧桂园服务收市升幅 扩大到超过半成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 中海外和碧桂园齐齐齐升百分之三 摩根士丹利引述安踏管理层说 内地疫情令到近日销售不达标 干踏跌超过半成 连同里宁是表现最差两只蓝筹 广气上个月销量增长三成 股价升超过百分之九 憧憬内地中美推动基建刺激经济 中国中铁和中铁建 齐齐升超过百分之七 水泥股亦都做好 海螺水泥升超过百分之一 中美能源升近百分之四 建近半年高 中海游回A上市路演之前 股价升超过百分之二 统计显示上个月强积金人均是超过三千二百元 强积金顾问晋龙统计显示 三月强积金投资回报率是负百分之一点三 每个打工仔的强积金户口是三千二百零二元 今年以来强积金市场总亏损超过七百四十亿 上个月三大主要基金类别都录得负回报 以股票基金表现最差跌近百分之二 今年以来累积的跌幅有超过百分之八 晋龙表示虽然俄乌战士和内地疫情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 但随着美国加息确定 以及俄乌战士并没有加剧 欧美股市开始反弹 预计内地疫情很快受控 加上本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并且配合消费券的推出 经济向好对本港和内地股市带来正面的影响 本港二手楼价指跌回升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79.36 岸洲升超过百分之一 终止过去两个星期的跌势 四区楼价除了新界东下跌之外 其他三区都上升 其中港岛升幅最大 岸洲升超过百分之二 连升两个星期 新界西就升百分之1.8 编制指数的机架说 政府推出放宽按保措施 加上疫情开始缓和 二手买卖增加 楼价有见底回升的迹象 相信指数将会转世稳步上升 中海游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回A路演 又分析说随着发规放宽 未来会有更多红筹公司回A 由去年9月底宣布回A 自上个星期正式获批历时大约半年 中海游成为继终移动 一月在A股上市之后 第二间回A的红筹公司 即是注册地在境外 但主要业务在内地的公司 中海游计划在上海上市 发行不超过26亿股A股 占公司总股本大约5.5% 全部为新股 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网上露燕 公司说集资所得将会用在投资游戏开发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 中海游等内地企业 去年被美国纳入投资禁令 租纽约证券交易所除牌之后 中国证监会随即开绿灯 迎接相关公司回A 去年9月更加扩大了 红丑公司回归A股的试点范围 若中海游顺利回归 加上已经是A股挂牌的中石油和中石化 A股将会集齐三桶油 以及三大中资电讯商 上市的制度亦可见更加完善 包含政方面来说 都是逐步提升 之前的产业方面是七大产业 现在是十四大产业的 我相信来说 随着这个事件的行业范围扩大 美国方面来说 对于上市的监管更加强的 红丑回归 A股其实都是一个长年的策略来的 见到 所以更多是红丑回归 中海游表示 会在完成回A之后 尽快合并派发去年的末期息 以及上市20周年的特别股息 并且承诺2022至2024年 派息率不低过四成 每年股息不少于每股7号港元 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回购股份 无线电视机者刘岩文报道 俄罗斯正是研究出口去到中国的石油 改用人民币结算 但有分析认为 对人民币国际化帮助不大 西方国家加强制裁之下 影响俄罗斯石油生产 彭博报道 今个月头6日 俄罗斯原油平均的产量 只是每日1052万桶左右 较3月减少4.5% 如果情况持续 估计整个4月的产量减少每日50万桶 跌幅是近两年来最大 副总理罗牙克认为主要受保险 和运油轮使用的问题影响 正研究出口到中国的能源 可否改用人民币结算和支付 彭博引述内地行业顾问透露 多家内地企业3月已经使用人民币 买俄罗斯的煤炭 至于首批以人民币购买的石油 下个月就会交货给内地的煉油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 人民币占全球的外汇储备比例 升至近2.8% 创五年的高位 大量伟民认为 贸易和金融交易主流仍然以美元结算 相信短期美元会维持主导地位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导 据报腾讯有份投资的车队管理初创公司G7 计划来香港上市 彭博引述消息说 公司集资规模大约5亿美元 预期最快今年完成上市 消息又说 公司和中金、花旗和摩根士丹利 正是就建议股票发行进行合作 据报内地电动车电池生产商 瑞浦能源正是筹备今年来香港上市 彭博引述消息报道 公司正是筹备上市前融资30亿人民币 并且寻求在这段融资取得近300亿人民币的估值 融资交易完成之后 公司可能最快今年来香港上市 集资规模达到10亿美元或以上 全球最大的涅生产商青山控股 是公司的投资者之一 也就是上个月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因为涅其货而被夹仓的事件主角 富力地产上个月总销售收入 按年跌超过56亿 有43亿7千万人民币 按月跌幅3.1% 头三个月累计 集团总销售收入 按年下跌五成半 达到134亿人民币 欧洲故事三大指数全线都是向上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66点 巴黎Cat指数升67点 德国Dex指数升163点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报道 我将会秉承着这个热城 接着走我将会走的道路 服务院连去李家超政务司司长的职务 李家超说明天会交代下一步工作 政府一年三日推行自愿政传文化触测试 回来新闻时间 国务院公布免去李家超政务司司长职务 李家超早前说若果中央批准请辞 打算参加下一届的特首选举 据了解他的竞选办公室 有约17个副主任 李家超说明天将会交代下一步工作 李家超获中央宣布批准辞职 大概四个小时之后 在竞选办公室所在的中环广场建计者 他早前说如果获准辞职 打算参选行政长官 我在政府工作了45年 做过不同的崗位 从一个前线的警务督策 到警务处副处长 之后的保安局副局长 保安局局长 以及政务司司长 在过程里面 我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知识和能力 也都丰富了我的视野 所以我多谢香港 多谢香港市民 在过去45年 给我机会为香港服务 我将会秉承着这个热城 接着走我将会走的道路 他用英文重复一次声明之后 被传媒追问是否会交代参选特首 什么驱使你决定参选 我知道大家很关心这件事 明天的记者指导会 我和大家一日交代 好吗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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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有部分的选委 已经接驳李家超团队的邀请 接着下来几天会陆续提名 将出任竞选办主任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透露 早前在内地准备出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时 收到李家超的助选邀请 就决定以不用辞赶回来 现在疫情期间 所以又要很小心 每一个环节 我们又很想接触多些人 最好是面对面 但是又怕着抵触了防疫条例 社交距离 唯有就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用网上和大家见面 网上见记者 网上介绍自己的政康 李家超是在星期三的下午 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 国务院星期四决定免去李家超的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职务 今天公布 上届选举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进华 等超过一个月才获批离职 而当时是政务司司长的 林郑月娥就等了四天 今次李家超只是事隔两天 更快获准许离任 但就未有公布处任的人选 事实上在抗疫的工作里面 政务司司长应该担当统筹各局的工作 所以这个位置暂时的缘空 是会令到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请大家放心 这些工作一定有人做的 尤其是本人曾经担任过 四年半的政务司司长工作 所以大体上政务司司长的工作 都不会为本届政府如下任期带来很大的问题 至于原本李家超担任的候选人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一职 林郑月娥说会适时公布人选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恩报道 多名政界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霍启刚 和邓飞等下午来到竞选办公室所在的中环广场 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同样是立法会议员的民建联角配分 说与李家超在保安事务上合作多年 形容他坚守公义 从善如流 支持并乐意提名他参选 期望他能够推动政府和政策改革 带领香港走出逆境 香港总商会发新闻稿 表明支持李家超参选 赞扬他一直揭成服务香港 以本杠整体利益为依归 而且熟悉政府运作 希望他能够稳住香港 带领社会走出过去三年的困境 政府今天起一年三日推行自愿性全民快速测试 结果呈阳性的市民需要在24小时内情报 邮长者说自行检测有困难 当狗秀说初步收到的情报数字较之前有增加 实际数字仍然是怎么算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积极参与 否则对切断传播链等目的有影响 全民自愿快速检测今天开始 79岁的黄先生第一次自己做快速检测 说有一定难度 这个摄影师他全都英文 但是被那些纸又测 我们这些长者太多人都花了 一晚又不认识所以又不敢试 黄先生的结果是呈阴性无需情报 他说就算是确诊都不知道要怎样情报 当局说有需要人士 这三日亦都可以去到检测中心 又或者流动彩氧站做检测 全香港岛东有七十几万人口 但是彩氧站只有四个 整个柴湾的居民要去到小西湾那里去做检测 所以如果是要做好一点的话 政府应该在这三日大量增加流动彩氧站 其他人你今天又测了尾 没做没做回家就 政府本身说早上做好一点的 那我上班了 我今早7点多钟就出门口 自己无病无动的话 那都是会做的 但是如果现在政府要求的话 其实都会配合的 如果已经用完早前派的快七包 市民可以在全港89个地点补领 当局说单是昨天已经派出超过11万套 政府早上也发短信 呼吁市民参与计划 如果检测程阳性 需要24小时内网上情报 他又说市民若过过去三个月曾经确诊 体内仍然有一定的免疫力 无需参与这次的计划 我们真的有机会 就可以切断这些传播链 为什么不值得做呢 这两年多的抗疫工作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未尽善尽美 我也承认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改善 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市民的支持 那成效是市倍功半 他说市民若过不齐心抗疫 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英 本港新增2492宗新冠病毒个案 连续三日维持两千多宗 对于即日起一连三日传闻快测 都说有足够隔离设施 容纳新增的确诊病人 最新确诊二千多宗个案 除了8宗属于输入 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 包括1,219宗核酸检测阳性 以及1,265宗快速测试阳性情报 即日起一连三日的传闻快测 如果有大量市民确诊 当局说有足够隔离设施应对 这些隔离中心包括在不同地方的一些方舱等等 也有些特别的隔离设施 比如在祝高湾、在瓦博 现时的容量和病床的使用率 我们相信是足够容纳 如果再有准备多了很多病人的时候 都是可以应付得到的 死亡个案继续维持高伤位数 星期四有70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介乎45至101岁 当中45岁和60岁死者 生前分别患有肝硬化和肺癌等 另外上个月4日至星期三 有15个患者离世是早前未公布 中大医院也情报一宗死亡个案 涉及一个93岁男病人 他本身患有前列腺癌 怀疑大腸癌和心脏病等 医众局至今为超过25400个病人 处方新冠口服药 当局说正是优化电脑系统 日后开放给私家医生使用 为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 医官局又说 前线医生等反映 病人服用口服药之后 病毒量和病征消散得很快 呼吁确诊病人如果有病征 可以预约到各间指定诊所求医 医生会为所有合适病人处方口服药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葵冲有大厦维峰强检 维峰的是葵冲石离尔村石虎楼 居民陆续接受检测 政府华大厦近日发现多宗阳性个案 涉及变异病毒株 经评估之后 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 决定维峰强检 又会回来又有另一条新闻